这不是小李和安心啊 华婶 你怎么来了呀 大力 快来打个招呼 华婶 华婶 这么巧 你们这是 我这些年跟大力 不是一直要不上孩子吗 所以就想着 带大力来看看南科 感情生不出孩子 是小李的问题呀 喂 鹅巴 你回来了 你今天打扮得怎么漂亮啊 跪远点 照你这么说 我不打扮就不漂亮了 你化不化妆都漂亮啊 不跟你说了 今天被陈叔和陈婶逛街好累啊 我要先去洗个澡 老婆 那个 老婆 你说的那个书 是见钱的那个书吗 对啊 这次都快塌了 虽然不是亲叔 但比亲叔对我都好 对了 我陈叔跟我说 最近他们公司在找一些 有潜力的小公司 打算投资并购 问我有没有异想想给咱们公司 砸个两千万 两千万 真的假的 假的 他一个亿万资产的老总先 都发毛跑来骗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 那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公司现在连维持下去都慢 我也只好回绝了 你回绝了 不然呢 老婆呀 你听我说啊 老婆 我跟你说 我们见钱是千万不能 好 谁呀 老婆 老婆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老婆 不用担心我好得很 好 我问你件事 叔叔那个给咱投资两千万 是真的假的 你都这时候了 怎么还惦记着这事呢 是不是真的呀 我骗你干吗呀 也就是咱们公司这几年 业绩不仅弃 否则的话 有这两千万融机做打底 现在我还是可以博一下的 那你靠叔叔 那我们公司是很有潜力的 我不能骗他呀 陈叔可是从小看着我 这怎么能叫骗他呢 我们公司是很有能力的 你什么意思 前几天你不是还跟我说 咱们公司最近几年 业绩不太行 今年连保本都难了吗 李大利 你该不会是不想拿钱 就我爸骗我的吧 这我哪敢骗你呢 我正想跟你说那事呢 老婆 之前确实有一笔款 没收回来 昨天打了一电话 说款收回来了 你说巧不巧 这么巧 所以说你赶紧给叔打电话呀 晚了投资额度就没有 对 是吧 不行 公司的钱得留着救我爸 救什么因为爸 所以要抓住这次机会呀 我们融资啊 融资就有钱了 所以说给爸换最好的医院 用最好的医疗设备 咱们爸就能偿命了 对吧 哦哦哦哦 对对对 那以后有人欺负我怎么办 你是我们家的女王 我看谁敢欺负你 谁欺负你 我就收拾她 这就是你说的 我说的我发誓的 嗯 那我先给你解释 去吧 喂 陈叔 我是爱青 啊 今天白天跟您说的 关于投资意向的事 我还想多跟您再聊一聊 行 那回头让李大利跟你联系 好 怎么样老婆 成了 成了真的 哎呦老婆 去吧 不不不不不 行了 事儿我也聊完了 现在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答应我一下 老婆 坐 你说吧 什么条件 老公 咱俩结婚七年了 嗯 这孩子一直生不出来 我也特别着急 可是你也看见了 医生我也看了 中药我也吃了 这肚子一直就没个动静 所以我想请你也去看看医生 啊 你不乐意 不是 我那个 哎 其实我觉得有点儿嫌丢人 哎 老婆 老婆 我答应你行吗 咱们去 明天就去 这么快 进去啊 进去啊 没事了老婆 妻生说 下礼把医朗拿出结果 那快走吧 走走走走走走 哎 Tea 这不是小李和安新吗 花婶 哎呀 哎呀 你怎么来了呀 大利 咱快来打个招呼 花婶 花婶 这么巧 咱 太 leaned?" 你们这是 我这些年跟大利不是一直要不上孩子嘛 所以就想着带大利来看看南科 喵 感情生不出孩子是小李的问题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